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商天下 我是魏然 在大陆近期的债务违约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在10月刚刚发生了辽宁国企华城控股违约事件之后 11月10日又一家省级3A千亿级的国企倒下 河南永梅集团再报债务违约 而且此前毫无征兆 接下来的连锁效应立即显现了出来 市场的信心持续下跌 风险迅速蔓延 引发投资基金恐慌 大陆媒体关于此事最多的表述 就是信用债至暗时刻 同时喊得最响的声音是 国家不救国企了 当违约在过去几年都已经见怪不怪的情况下 一场永媒违约却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为什么呢 我们本期节目中就和大家聊聊 永媒违约与中共国家信誉崩溃的话题 永媒违约消息的爆出 看上去非常淡定 在11月10日的时候 河南永媒控股发布公告 表示因流动资金紧张 20永媒SCP-003未能按期足额偿付本息 已构成实质性违约 违约本息金额共计约人民币10.32亿元 永媒集团隶属于河南省能源集团 下面的核心资产上市公司永媒控股 是中国500强企业之一 总资产是1726.5亿元 总负债是1343.95亿元 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7.84% 财务杠杆已处于高水平 在总负债当中 流动负债合计是979.49亿元 占比近73% 统计的数据显示 在11月11日的时候 有多达37只持有永媒集团债券的 基金产品单位净值下挫 其中包括华太资管 融通基金、平安基金、广发基金、 人保资产等十几家非银金融机构 而华太资产踩雷的产品最多 让人关注的是 在违约之前 永媒进行的一系列 很离谱的神操作 就在违约前20天 10月20日的时候 永媒还在发行新的债券 表示再融资能力并未丧失 而就在两个星期前 还在市场露眼 声称资金充足 更恶劣的是 在违约前 永媒还将旗下优质核心资产价值 35亿元的中原银行股权无偿划出 这种转移资产防止债权人追债 采取的保全措施 坑害了投资者 被质疑永媒是在恶意逃债 同时 有大陆媒体到永媒集团现场了解情况后表示 发行人对违约和投资者的反应异常淡定 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我们在大致了解了永媒的资产情况 以及违约前所进行的系列操作后 可能会奇怪 永媒的资产规模上千亿元 为何还不起10亿债券呢 同时 作为国企 河南省的国资委为何不出手相救呢 我们在节目的开始 已经提到了 永媒是这一个月来 第二家千亿级中共国企债券伟业的企业 在这之前 华晨汽车也栽倒在了一笔到期的10亿元债券上 原因也是资金紧张 也就是说国营企业的债务违约现在已经不是个案 从2018年4月份信用风险爆发到康美药业 康德新 沈阳公用等 今年10月下旬以来 从沈阳圣经能源 两支存续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违约 青海国头永续债延期 到华晨私募债违约 紫光集团不赎回债券 再到永媒控股实质性违约 这一连串的信用风险事件 真是让信用债投资者们如履薄冰 这里我们重点说几句 这个紫光集团 紫光集团是大陆最大的集成电路企业 也是中芯国际的第三大股东 虽然中共今年已经多次喊出 要半导体自主 要投入巨资 发展自主晶片产业 但是话是这么说 如今紫光的真实状况 也似乎是朝不保夕了 9月份时就有多支美元债连日大跌 10月份以来 紫光又频传晶片生产线投资烂尾 晶片业者资金锻炼 所以联清华系紫光如今也是债务压顶 深陷危机 根据彭博的报道 紫光集团如今命悬一线 在15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一旦违约 巨额债务到期的压力下 紫光系债券近日连连崩盘 有些价位已经跌到了不足面值的30% 在美中贸易战和科技战的背景之下 紫光作为国有的控股企业 常年来砸重金投入芯片生产 在中国半导体设计与制造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 部分投资人因此长期抱持中共官方会出手援助的侥幸心态 但是根据目前爆出的信息来看 中共国务院、北京市政府及清华控股 至今没有传出要采取实质性救助行动的消息 这样一家中共喊着要重视的企业 在出现债务危机时 中共毫无应对措施 相应的作为省级3A国企的永媒 面临的可能也会是一样的命运 一位持有永媒债券赶到河南逃债的朋友说 看来政府是不再管国企了 我们财商天下栏目的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表示 中国的很多国企都经营不善 很多都是借了薪钱还旧债 这次永媒一个债券不还 就可能导致今后他们再也无法发行债券了 因为信誉没了 金融的实质就是信誉 永媒违约让投资者对煤炭行业 以及那些弱的国企产生了怀疑 今后谁也不会再去买他们的债券了 永媒出事后 很多基金开始清理自己的投资项目 看到有类似永媒这样的企业的债券 就赶快做风险评估 然后抛售脱手 蒋天明分析说 这个债务风险会像传染病一样 快速的蔓延导致骨牌效应 最后让整个金融业出问题 根据金融专家们的观点 整体银行系统超额准备金 仅在2到3万亿量级 如果出现千亿级别的流动性冲击 足以在边际上的改变流动性状况 更何况市场已经开始自发的收紧信用债杠杆融资 目前大陆地方国企债券的存量 大约在5万亿级别 相当于最小股份至银行资产的5倍 虽然当前涉及违约债券本金占比约5%左右 但这与违约率水平 已经远超银行表内信贷的不良率了 华府的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分析说 以往中共有钱时 遇到国企资金周转不过来 会把相关的银行机构等召集起来开会 想方设法化解危机 过去中国经济崩而不愧的秘诀 就是私下多印钞票 多发放贷款 保证现金流不断 哪怕是僵尸企业 也靠政府书写来维持着 石藏山说 以前投资国企的债券都觉得比较安全 因为有国家信誉做担保 国家不会看着国企破产而不管 但现在不行了 中共经济出大问题了 周转不灵了 中共想管哪都管不过来了 无能力去管了 因为全国各地都在地方债爆雷 管不过来了也管不了 他说即使后来河南国资委帮永没想办法了 但暴露出的这个先兆 却是非常重大的信号 那就是中共的国家信誉开始出现问题了 很快就要崩溃了 确实如此 这次永没违约就是一个信号 将标志着中共国家信誉崩溃的先兆 哪怕研发芯片这样对中国最重要的项目 中共都弄不到钱来让紫光集团还债 这说明原来那套机制失灵了 中国经济马上就要出问题了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影响财经的大新闻 前几天11月12日的时候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正式签署了一个行政令 这个行政令要求从2021年的1月11日起 禁止美国投资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公司 并限定在明年11月11日之前撤回相关的投资 受影响的中国公司目前高达31家 包括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以及中国移动等 虽然有31家的中企牵涉其中 但是专家们分析 美国针对中共的金融制裁 这才刚刚开始 今年6月的时候 五角大楼把华为和海康卫视等 20家中国顶尖的企业 列为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公司 必向国会提交了这份名单 随后在8月28日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将更多的中国公司 列为中共国防部支持的公司 其中包括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华为等31家企业 但这都不算晚 美国国防部还表示 将继续更新这份清单 在适当的情况下 要加入更多的实体 此前美国并没有对这些公司采取措施 但11月12日签署的这项命令 首次开始向这份名单中的公司采取了禁令 禁止美国公司个人和基金 直接持有这31家公司的股份 禁令要求美国投资者在2021年11月11日之前 撤回任何包含这些中国证券在内的投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一份声明中说 其中多家的中共军工公司 在世界各地的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 美国的个人投资者可能在不知情之中 通过像是共同基金和退休计划等 为他们提供资金 这项行政令中 禁止美国资金投资的31家企业 涉及到了航天、造船、建筑以及电讯科技等行业 不少公司旗下有公司在中港两地 甚至海外上市 根据不安全的统计 在香港上市的公司至少有29家 我们财商天下经济研究组的麦先生表示 初步估算 美国禁令至少影响5000亿美金的投资 尤其是香港股市资金 还包括一些向中国大陆投资的北向资金 许多华尔街资金都已经进入中国 禁令的发布会让这些资金 不得不退出对这些中国公司的投资 受美国制裁禁令的影响 11月13日 这些香港上市公司的股价普遍下跌 其中中国电信跌了7.78% 中国联通及中国移动各收跌6.57% 以及5.03% 成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中国交通建设及中国铁建各跌了3.35% 及4.12%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以及中国移动 也因此发布公告 表示正审视美国行政命令的潜在的后果 大华纪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两委员认为 川普政府将有很多办法针对中共企业 相应的市场也会比较波动 目前美国已经多次出于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 制裁中共科技企业 一些相关联的企业都存在受制裁的风险 香港经济学者罗家聪也在前几天表示 这次的行政命令最大影响是开了先例 这次举动算是警告 做的一次可以做第二次 这次算是首次正式金融制裁 后续可能会有更多禁令 禁止融资会让中共企业很麻烦 美国认为被列入名单的公司 受中共军方的控制 帮助中共军方获得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 并推动中共军方在全球的军事扩张野心 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 知名的财经评论人张经伦表示 在中国大型国企内部都会有军方的部门 军代表或保卫部门等 许多私企也被迫成立了党支部 严格意义上讲 中共国企都受军方的控制 还包括一些名义上的私企 比如华为等 但实际仍是军方控制的企业 根据需要 美国的这份名单将会越来越长 成为美国向中共金融体系开火的一个武器 也有金融专家分析说 美国对中共公司的金融制裁只是刚刚开始 类似的行政命令后续还会有 包括调整关税 以及强迫中共企业从美国退出市场等 不排除冻结这些公司在海外的资产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感谢您的观看